很多市民对桶装水这个安全性担忧 那么可是同时呢 有很多桶装水企业对这个检测结果大为不满 12月5号成都天地五流水有限公司 正式向成都市法院起诉成都市第二医院 要求索赔一块钱 那么双方到底谁对谁错呢 医院检测桶装水开封三天 不如自来水 医院检测水业公司起诉 桶装水是否真的纯净 成水的桶又有哪些玄机 颜色如果发暗一发黑一发紫 这三种颜色都是不正常的 市场最严格水质标准出台 为何自来水厂水质数据却迟迟不能公开 纯净水PK自来水 居民饮水为何困难重重 水里有时候放出虫子了 还有错过了 下来 老两官世界为你揭秘 什么样的水你放心 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就是成都天地 五牛水有限公司和成都市第二医院打着官司 那到底谁对谁错呢 那么相关的权威部门经过检测发现 确实这个桶装水呀 你在外边放上十天左右 它确实细菌大量自生 而且桶装水呢 它不像自来水的 它里边放入一些绿啊 之类的过滤性的东西 桶装水它相对来说封闭 实际上一旦打开开始喝了 那桶里边可能细菌自生的速度就快 桶装水的保质期一般都在三个月左右 但是开汤以后 桶装水就暴露在空气中 那么一个普通家庭 多长时间才能喝完一桶水 一桶水能喝三个人能喝四个月左右 这一朵月的 那么桶装水开封超过三天 是否真的不如自来水吗 没开封 开封两个小时的 是没有细菌生长的 然后开封一天以上 就有少量的菌生长 然后两天 两天以上组件菌就多起来 三天以上就是很大量的细菌生长 然而原告五牛水也认为 成都二院的检测结果 没有采用普通营养穷汁作为培养机 而是用血培养机 发高了细菌数量 不符合国家标准 涉嫌人为操作 所以现在有的部门 说这个桶装水是十天以后 可能细菌增加 然后得出一个结论 劝诸位 这个桶装水打开之后 最好这一周以内把它喝完 其实这个数据 并没有缓解我们的疑问 到底这桶装水安全不安全 如果超过七天 或者你环境温度特别高 可能你这个水采装以后 可能要受到一些细菌 一些其他的一些 致病的卫生用的污染 那你是 你平常再干净的水 你把它搁空气底下 搁外头搁着吧 搁十天八乱月 你再喝它却也不干净 今天就是开封以后的那个 桶装水呢 今天就是说在天天之内把它喝完 然后就说如果超过三天一散 就是还是加热来那个 应用就比较安全 其实这场观色 之所以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是因为长时间以来呀 我们一直对我们喝这个水 是否安全 心存疑惑 心里没底 原来呢 咱们可能很多人喝自来水 可是这些年我们发现 一点点的自来水啊 在城市里边 好像没多少人敢喝 很多家庭呢 都纷纷买了桶装水 或者买了什么矿泉水 有的城市呢 苦击率30% 高的达到60%的家庭 都在家里安饮水机 有一个这个 喝这个桶装水的 这么一个器皿 或者是在自来水的上面 安生这个净水器 净化器 那么这个现象是怎么产生的呢 其实归根到底来说 我们现在 饮用的自来水啊 确实安全上存在一些隐患 是什么这么黄的 已经好几天了 我们小区的血运力都是花黄的 因为呢 从1985年 咱们当时执行了一个饮用水标准呢 一直到现在 这已经过去20多年了 这个饮用水的标准没有变化 跟国际上的那种饮用水标准相比呢 我们低很多 有好多地方呢 不符合现在国际上通行的这种标准 为什么跑动员来打水啊 水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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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着个水不好 回来 你就洗 你拿着拿着都不要 水里有时候放出虫子 还有臭味的 下面 据了解 旧的生活饮用水 水卫生标准是在1985年制定出台的 水质指标为35项 而2006年国家已完成了新标准的修订 新的标准中 饮用水水质指标 由原标准的35项增至106项 统一了城市和农村的饮水卫生标准 并且规定全部指标最迟于2012年7月1号必须实施 然而到最后的期限 仍没有一个城市公开表示 到户的没烧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 不久前 有两位南京市民 向全国32个省会城市的35家自来水厂发出快递 要求他们公开7月1号 强制实施新的饮用水卫生标准后 第一次出场的自来水水质监测数据 饮水问题是不能回续的 我们期待就是说水厂会给我们回续 自来水出场的水 它是否合格 我喝的水 不合格了 那现在你担心吗 我很担心 很多时候呢 这重金属啊 通过这个和土壤接触 直接渗透到地下水里去 最后对这个自来水形成了污染 那些大江大河更不用说了 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 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疾病 全世界百分之五十的儿童死亡 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系 饮用不良水质的水导致的疾病 多达五十多种 2012年6月27号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英表示 目前我国水源地水质状况不容乐观 约35.7亿立方米的水源水质不达标 占总供水量的百分之十一点四 据环保部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一半城市市区地下水污染严重 百分之五十七的地下水监测联费 水质较差甚至急差 百分之九十城市河段 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尽量异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水 那么一旦这个地下水或者江河水 就自来水的水源这会儿遭到污染 现有的自来水过滤设备 自来水厂对这方面无能为力 所以在这样的事实之下呢 我们看有好多的这个小区一开盘 都给你承诺在上面安生这个净水器 或者小区里面有其他的给你提供饮油水的 或者没有咱自个家买个这个饮液水机和桶装水 所以就是我们喝这个自来水没有过去那么安全了 这个现象造成了现在大家普遍信赖桶装水和矿泉水 而不大敢喝自来水 所以很多人呢从健康的角度考虑 开始喝这个纯净水 所以意思原来这个水这不干净了得把它净化 那桶装水有的就纯净水 有的干脆按净水器 煮饭我就用这个 你用水我就用这个 他上写着你用哪个我就问你 这接触是热碱性水 小分子的容易吸收 这就这么多了 如今在市场上 不少商家宣称净化水有保健作用 还大大卖板石 弱碱水 软红外矿化等专业词汇牌 一时间把净水器的功能吹嘘得神乎其神 而另一些商家 除了夸大净水器的功能 还附加了额外的功效 不适合了 偷这个样年 魅容 老年喝之后 可以医寿延年 预防这个止冰 急冰呀 汤甩脑呀 然而当记者问起区区几百块净水器 为什么有如此神奇的功能 一些商家私底下向记者教了主题 这些都是他们搞传销的 把那个东西发大了 那它有用吗 这白的等于就是 心的重要 你装上让它 感觉上过去 实际上就过去 令业内人士透露 净水器只是对水质初步过滤 不改变水质的成分 也不会有任何特殊的保健功能 所以这才引发了 我们普遍对这个 原来是对自来水不信任 现在对所谓纯净水 桶状水也不信任 那其实呢 恐怕在这点上 一些相关媒体报道的更靠谱 就我们现在买的这些桶状水 它本身安全吗 2008年 全国桶状水销量估计为30亿头 2009年 全国银水机销售1100万台 2010年 全国家用银水机销量在1500万台 那么 每天我们喝的桶状水 到底是怎么来的 老梁关事件 什么样的水 你放心 正在播出 就包括我们喝的瓶里的矿泉水 它安全吗 有的记者经过爱访发现 很多杂牌子 矿泉水厂 生产的桶状水 生产的瓶状水 其实就是自来水 加点什么杀菌剂 灌不灌不就给你弄上来 就是假水 冒充水 如今在一些城市的小区 随处可以见到这样的自动售水机 只需要花一块钱 就能达到五升可以直接饮用的水 商家打出口号是 比自来水好喝 比纯净水便宜的活净水概念 那么这种水真的像宣传的那么好吗 它这个就是用自来水做原水 然后通过反升它 制出来相对纯净的水 原来所谓活净水 就是经过处理的自来水 不仅水质达不到纯净水的标准 水质还偏酸性 记者以加盟为由 对两家比较大的水企暗访调查 销售员告诉记者 极度耗费自来水在这个行业 已经不再是秘密 而之所以畅销 是因为利润惊人 这是个严重的现象 包括我们卖这桶杖水 现在桶杖水这个行业非常乱 你咱们看 你就从小区里出来 你发现什么这个市杂店 超市 甚至这个理发店 都经营这个桶杖水 完了把那桶堆到门口堆多了高 或者跟其他货物砸七杂八放在一团 就是你的水是真的 恐怕经过这种储藏 也会造成二次污染 咱们有不少经营水的那种水站 它往往拿哪当残库呢 拿地下室 咱们有时候各小区的地下室 你看有个地下车库的边角呢 都放不上桶杖水 那个地方有可能造成桶杖水的S污染 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现象 就是经营过程当中 它卫生条并不合格 你就即使从生产的 它生产这个本身这个水 假如真就是纯净水 不是假水的话 也有问题 因为它的这个管道 灌装 过滤 这些个工艺装置流程当中 很有可能出现细节污染 而这种细节污染 被清除的概率有的时候挺低 就它不是定期检测 定期杀物限制 有的时候一用用挺长时间 所以这也会造成我们喝这个水不安全 其实这些还不是最最关键的 最关键现在对我们饮用水的市场 影响最大的 我们下期材的 这样 这部分